北极门国家公园 北极门国家公园位于北极圈内 因此世界上最北的山脉之一 布鲁克斯山脉也坐落于此 且不只是高耸入云的山脉 北极门国家公园还有太原 以及海岸线等丰富的地形景观 不仅如此国家公园内 还有成群的北美巡路和丰富的石油资源 这里高山连绵冰河不绝 就好像世界尽头一般横骨不变的绝美景象 北极门国家公园的荒野保护区 和诺塔克荒野区相连 共同构成美国最大的连续性荒野 由原始之美和野性之美 完美结合的原始风貌 让人流连忘返 相较其他热门的国家公园 北极门国家公园不但没有公路 就连小道和小径都没有 不过由于这里人机罕至 有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以及未遭受到破坏的完整生态系统 因此被认为是地球上 最后一个原始的荒原之一 北极门国家公园有许多野生动物 包括巡鹿 棕熊 狼欢 狐狸和各种飞鸟等 都把这里当作他们的家园 甚至还有一千多个原住民 坚持生活在公园里 并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 游客前往北极门国家公园 在参观冰天雪地的美景时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北极门国家公园由于道路不通 因此想要前往探索的游客 必须步行或乘坐出租飞机才能抵达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北极门国家公园全年开放 不过由于阿拉斯加州的冬季 要提前规划旅游行程 才有足够的时间游玩 除此之外 北极门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众多 虽然发生正面冲突的机会不大 但如果游客看到 请务必保持距离不要打扰 值得一提的是 北极门国家公园每年还会吸引到 许多经验丰富的野外求生专家 前来挑战漂流 背包徒布或搭建露营地 来另类挑战大自然 观众查询更多详情 请上北极门国家公园官网 东西友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